张柏林 严范孙 杨诗仙 陈醒生 仙生等前辈仙贤 他们用自己的思想 智慧和才干 为南开90年的发展谱写了一页页光辉篇章 在南开一步步迈向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进程中 我和同事们感到自豪的是 我们可守职责教书育人浅心科研 努力为母校的发展壮大 贡献了我们的聪明才智和青春年华 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科教新国战略 为我们的事业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 和进取创新的学术氛围 南开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也正是因为融入了南开的发展 我们所付出的一切才变得灿烂辉煌 展望南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 我们深知使命光荣 择无旁贷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南开的优良传统 不辜负各界的期望 继续努力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 添砖加瓦 为科技创新做出更大贡献 培养更多高素质高层次创造型的动良之才 正如南开元老黄玉生先生1930年所说 南开是不服气的中国人 为争这口气而创办的 南开大学的90年 是自强不息历经图治的90年 是硕国累累讨理芬芳的90年 让我们再次向母校献上生日的祝福 祝愿全校师生员工携手同心 风雨兼程 创造南开新的业绩 成就南开新的辉煌 谢谢大家 谢谢龙老师 下下议程 请在校学生代表 外国语学院2007级本科生 杨丹同学发言 大家欢迎 尊敬的各位领导 敬爱的老师 亲爱的同学 校友们 大家好 我是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2007级学生 杨丹 在这个金秋送赏的美好时节 我们迎来了母校 建校90周年华诞 迎来了历临我校的各位领导和来宾 我仅代表南开大学全体在校同学 向各位领导和老师们 多年来对我们的辛勤培养 表示衷心的感谢 向关心学校发展建设的校友们 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振的祝福 当我第一次踏上天津这片热土 满怀欣喜来到向往已久的南开园 看到大中路旁杨柳清脆 新开湖畔 毕波荡漾 教学大楼威然毅力 深深雪子 意气风发 我荣幸 青春的梦想将在这里 扬帆启航 今天的我深深知晓 南开大学始终与祖国投呼吸 购命运 他在抗战炮火中 涅槃重生 在颠沛流离中 坚持办学 他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 为国家的繁荣富强 增砖天晚 他昂然挺立在滨海新区 开发开放的潮头 为天津经济社会发展 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问取哪得 清如许 未有源头 活水来 作为新时代的南开青年学生 我们不会忘记 包括列位学长在内的南开人 用顽强的毅力 书写了母校灿烂的历史 铸造了南开今天的荣耀 是你们为我们的成长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是你们为我们的人生 竖起了不朽的封碑 我们感到由衷的景仰和骄傲 当然 钦佩也化成了我们的行动 细微的晨光中 美丽的马蹄湖畔 就有了我们 朗朗的读书生 夜晚的灯光下 崭新的教学楼里 也有我们埋头苦读的身影 我们在各类科技竞赛中 争金夺银 我们在服务社会的舞台上 不懈进取 我们奋斗 只为了不愧于南开人的光荣称号 回首往昔 我们新潮澎湃 展望明天 我们激情满怀 我们会钻紧学长们传递的接力棒 牢牢恪手南开人 将自己的命运 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紧密相连的南开道路 发扬九十载南开人 为公奉献和创新的高尚品格 继续光大南开 新火相传的青春精神 用智慧和汗水 续血辉煌 为祖国的繁荣富强 贡献力量 最后 请让我再次代表全校同学 表达我们的祝福 祝福我们的母校 青春永驻 桃李芬芳 祝福我们的学长 身体健康 事业兴旺 祝福我们的同学 蓬城万里 拥抱 辉煌 谢谢大家 现在进行第九下议程 请国家教育部 党组副书记 副部长 袁贵仁同志讲话 大家欢迎 尊敬的张高丽书记 欢迎国市长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老师们 同学们 校友们 朋友们 支持南开大学 隆重庆祝建校 九十周年之际 我请代表教育部 向南开大学 全体生意员工 和海内外校友 最热烈的祝贺 向为南开大学的建设发展 做出过贡献的 是由老教师 老领导 老同志 表示 最聪高的敬意 南开大学 是由我国著名爱国教育家 燕修张百林 亲手创办的 是中国人 以自己力量 创立民办现代大学的 成功典范 自建设以来 南开大学始终怀抱 教育救国的宏愿 以民族复兴 和社会进步为己任 秉称允工允能 允月仪的校训 与祖国共命运 与时代同步化 走过了 极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形成了 优良的学风和校风 培养了 与周恩来总理 为接触代表的 一大批优秀人才 为国家基地建设 和社会发展 以及天津市的 基地社会发展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建校90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南开大学 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广大生员工 秉称优良传统 努力拼搏 锐进取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社会的办业方向 以功能为运智本 以创新为办学智魂 以精强为发展之路 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 逐步的成就 今天的南开大学 银城为一所 教育质量好 学术水平高 私质力量雄厚 办学特色鲜明 在国内外 有广泛影响的 著名学府 尤其可贵的是 一代又一代南开人 坚定报销祖国 赴人民的通告理想 坚持爱国敬业 创新乐趣的光传统 助就了就身后立即底蕴的 南开道路 南开品格 南开精神 称为中国教育史上 这位宝贵的精神财富 民族振兴 人才为本 国家富强 教育奠基 党的十一大做出了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 战略决策 我国教育事业发展 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进了从人力资源大国 向人力资源强国 迈进的新阶段 当前 国家正在制定 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 固化纲要 其中对高中教育科学发展 做出规划和部署 大学担负的推养 各类高质量人才 创新高水平科研成果 提供一流受益负的重任 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中 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责任 希望南开大学 认真总结建校90年代 取得的成功经验 发挥医友办学特色和优势基础 进一步的深化改革 积极探索创新 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努力把南开大学建设成为 培育创业人才的重要高地 运先进思想 科学知识和科技成果的重要基地 作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长期以来 南开大学的建设和发展 一直得到党和股价的关心 支持和鼓励 今年2月15日 温家报总理 七年学校试探 对学校提出了 坚持走南开的道路 坚持发扬南开的品格 坚持南开的精神的 尽切期望 天津市委市政府 一贯高度重视 和大力支持 南开大学的发展 最近就为学校 规划建设新的校区 这对于南开大学的 长远发展 具有重大的意义 借着机会 我代表教育部 向天津市委市政府 以及各有关方面 长期以来 对南开大学的大力支持 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中国高中教育 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南开大学 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希望南开大学 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的伟大起之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 退发展观 认证学习贯彻 温家报总理 是他南开时 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南开道路 发扬南开品格 光大南开精神 全面提升 人才培养 科研创新 和副社会的水平 农历超越的建设 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 战略目标迈进 中信住院 南开大学的明天 更加美好 中信住院南开 永远年轻 谢谢 谢谢 谢谢岳部长 多年来 我们南开大学的各项事业 和改革发展 始终得到了教育部 坚强领导和有力的支持 今后 南开大学一定会 更加努力 开拓创新 不懈的奋斗 为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 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为 和海河水成长起来的 著名高校 南开大学的发展 始终离不开 天津市委市政府 和全市人民的大力支持 尤其是近两年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市委书记张高丽同志 和市长黄新国同志 十分关心 南开大学的发展建设 高丽书记 曾先后九次 到南开大学视察 对学校各方面的工作 都给予了关回和指导 刚才 在庆典大会开始前 张高丽同志 黄新国同志 以及原部长 亲切会见了 出席今天庆典的嘉宾和校友代表 高丽书记 做了重要假话 他充分肯定了南开大学 九十年的败血成就 和为天津发展 做出的重要贡献 高丽书记特别强调 南开大学 历史悠久 实力寻厚 人才败出 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为国家和天津的现代化建设 做出了重要贡献 南开大学 是天津的骄傲 是天津一张 亮丽的名片 全市人民 为南开大学的巨大变化 和协助成就 感到由衷的高兴 天津市 在新议论的城市规划中 要把最好的地方 留给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 相信南开大学 会有更大的发展 我们一定要把南开办得更好 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这是对全体南开人的巨大鼓舞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 结决贯彻 现在进行大会第十项议程 请天津市委副书记 市长黄行国同志讲话 大家欢迎 尊敬的原部长 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 老师们同学们 在这美好的京秋时节 我们围着习语的心情 隆重接会 庆祝南开大学建校 走着九年 首先 我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天津市委书记 张高丽同志 代表 市委 市人大 市政府 市政协 向南开大学全体师生员工 表示热烈的着火 和诚挚的问候 向前面参加清典的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海内外的校友 表示热烈的欢迎 和良好的祝愿 九十年前 竟对著名一个教育家张布林 研修 怀着教育救国 编割图抢的强烈愿望 唱败了南开大学 这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所私立大学 九十年来 南开大学广大师生 发扬光荣的爱国传统 始终站在社会编革的 时代进步的潜力 一代的南开人 心乎相传 以中华局棋为己任 培养出 以中卫总理 为代表的一大批基础人才 为国家的玩弄强盛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九十年来 南开大学的广大师生 努力实践 云工云能 日行日益的校训 我认识中国 服务中国的败学种子 与人为本 得欲为些 主动受制 强化基础 形成了爱国敬意 创新 罗均 有两传统 无论是在抗日旧网的 未来时刻 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解释时期 南开人都始终于 祖国 同呼吸 共命运 勇往此起 奋斗不息 尤其是改革开放 三十年来 南开大学 接着正确的办学方向 在人生培养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等方面 实现了新的历史性夸誉 向着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目前 南开大学 已经发展成为一首 享誉海内外的 综合性的 研究性 高水平的 知名学府 多年来 南开大学 发挥中俄大学的优势 诸有成效的服务 贴近的经济社会发展 服务于 并很兴趣 开发开放 为贴近发展 提供了远远不断的人产资源 强有力的科技创新支撑 可以说 贴近发展 取得的成就 倾注了 南开师生的智慧和兴趣 明刻着你们的奉献和攻击 贴近人民 贴近这座城市 为拥有能堪这样 一所具有悠久历史 和广荣传统的大学 该到自豪 该到骄傲 面对新形式行